针对外界最关切的新冠疫苗问题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6月1号将有新一批的疫苗拨补到地方 金融市政府也向中央申请1万5千剂疫苗 下一批的疫苗在下个礼拜二会拨补到各县市 所以我们初步跟中央来申请1.5万剂的疫苗来接续的施打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说明 金融市目前每日疫苗施打量大约1千剂 未来希望能够提高到每日3千剂 我们现在的量人每天大约可以施打约1千人上下 如果疫苗拨补顺畅的话 我们第二阶段规划扩充至每天可施打3千人 除了过程施打地点 牛昌更进一步透露 将利用市政大楼预定地作为户外施打及留置观察站 协助提升金融市的施打效率 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思考跟规划 比如说利用我们金融市政府新的市府预定地 我们来建立扩大的 然后多条的这个施打的动线 以及这个民众留置观察的这个空间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施打的速度 从每一天3千再继续往上面来提升 这一部分我们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正在研议当中 牛昌也公布5月29号部分确诊者足迹 其中按7602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特别是他在半个月去统一家超商13次 那因为他的一个生活很规律 他在这些时间呢 大概是这个下午的6点到大概是8点左右 他都固定到这个新一路教肖街的28号的一楼 的统一超商美的门市 至于5月30号金融市新增8确诊者 里面有小姑娘小吃店群聚者 建车司机清洁人员及护理之家室友 其中按7965因为常到对面确诊者家里 穿门子而同样确诊 那他跟几天前按46165343 以及53445771 那他们这一家四个人 全部都确诊了这一家人 他们是对门的邻居 那因为他常常去他们家串门子聊天等等 被匡列为是 这一个相关的一个匡列者 那后来经过裁检之后确诊 另外还有案7856 及案7857无法联系 金融市政府已经请警方协询 希望不要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